第一個代表 黃國昌跟蕭旭成這個連線 看起來從十年前就在暗中的 有這個暗度款取 在這個東西十年前就可能就有這樣的關鍵 所以不然為什麼蕭旭成會莫名其妙 所以你意思是說 在以前蔣介石的時代 也有很多將軍跟毛澤東有暗通款取 最後才怎麼樣又怎麼樣 是不是這個 我們不得而知 只是說 不得而知 回來看到說 太陽花的時候 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我是覺得 很多人說他似乎有背叛太陽花 年輕人的嫌疑 十年有成 十年有成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對國民黨來講 郝龍斌跟這個蔣萬安情何以看 你看蕭旭成代表馬英九嘛 他不是代表馬英九來申援嗎 那馬英九也當為台北市長啊 對啊 你蕭旭成來申援柯文哲 清華城這個事情 那是不是你要打臉郝龍斌 打臉現在蔣萬安 那到底國民黨到底現在是精神分裂 沒有 卡清華城是從哪個市長開始 對 馬開始就有了 對啊 很久還是有了 後來就是蕭旭嘛 蕭旭嘛 然後到柯文哲才 所以蕭旭去檢舉了 蕭旭去檢舉了 蕭旭檢舉了以後 由蘇偉檢舉 鍾小平檢舉 都是國民黨檢舉的 可是你看蕭旭 國民黨跑去申援柯文哲 他還自稱是藍營唯一代表 他不是代表個人喔 他自認代表國民黨 他意思是說 怎麼會這樣 怎麼只有我呢 我們整個國民黨都應該要來 再也合作聲援柯文哲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他說怎麼會這樣 你郝龍斌怎麼會去統柯文哲 你怎麼會破壞藍白合作呢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不得而知 我只能說 這個蕭旭成這個做法 某種程度折射出了國民黨內 你看說有些人喔 他其實是這個 這個要好好呵護柯文哲 那這些人到底居心何在 那這樣對郝龍斌也好 或對現任市場講話也好 他們顏面何在 這是一個狀況 第二個還是要延續的講一下黃國昌 黃國昌除了他這個十年來 一路走來 始終潛伏在各個陣營裡面 勃起自己的利益 我覺得昨天那一場大會 名為挺柯文哲 實則是把柯文哲送上斷頭台之後 直接讓黃國昌可以黃袍加深 注意看整個過程 所以過程因為黃國昌就是割草 我覺得是對不對 就是割草然後旺昌 割草旺昌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注意看喔 我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你看這些立委們 其實我們都知道 但是在所有部分區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這些立委們 其實很大多跟黃珊珊的關係 比較遠遠比較深 那你看昨天出來 一個比一個義憤甜 剛剛講的又是肉身菩薩的 又是曼德拉的 又是關多久都沒關係的 奇怪 柯文哲你們主席了 怎麼把他關多久都沒關係 我覺得某種程度 因為黃珊珊基本上停權 我覺得某種程度 這些人是在這個場合當中 向黃國昌表忠 向黃國昌表達 接下來民眾黨我們就靠你了 我們全部都支持你 會不會是他們本來這八個人想說 我們只有兩年嘛 一年半就要下台 這麼激進 這麼的努力 然後接下來他們這麼的用功 所以後面那八個不然 我們補得才有難 所以就可以繼續做四年了 因為那是柯文哲前主席 沒有啦 現在叫什麼 暫停的 前主席說的 請假中的主席 未來的假設是黃主席 可能想法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不力求表現 表面上聲援柯文哲 問題是你這種聲援方法 在柯文哲在裡面 沒有任何幫助 你不抗告 不正式的在司法程序上面 提出相當意義 你用這樣子的這種 這種政治民粹的方式來做 到底是做給誰看 一樣的到底那個扇子 為什麼是國昌 為什麼不是聲援柯文哲 為什麼是黃國昌的名字 這個其實中間有很多的貓膩的過程 讓我們看到這一場 整個的造勢過程當中 其實某種程度 我覺得就是 遂行黃國昌 本來期待的策略 就是柯文哲你盡量關 再來齁 我開始要這個 柯文哲你盡量關 再來 關多久都沒關係 因為民眾黨 我自己換 所以柯文哲最好 關都不會出來 所以黃國昌就順理成章 然後這一些八席立委 黃國昌跟那七席 就可以和解說 我們兩年不要退 我們大家繼續做 不然黃國昌 也沒有立委可以做 因為政治情勢有變 會這樣嗎 會啊 蔣介石不就這樣嗎 政治情勢有變 真的會嗎 這不是沒有可能 因為蔣介石以前 就復刑事事 復刑事事過好幾次 黃國昌說他不設黨務 但是現在政治情勢有變 而且重點 所以政治情勢有變 本來要做兩年 變做四年 而且重點是 你剛才講 他不能自己講 所以一定要黃袍加深 那另外那八個人 本來兩年後要當立委 現在沒得當怎麼辦 沒有聲量的人 不重要 只要追隨黃主席就好